一位修行人皆是美人鱼的真实故事,在西方世界,从古至今都流传着美人鱼存在的传说,但美人鱼真的是否存在,却终说纷纭,未有定论。 近年来随着摄像技术的发展,人们在世界各地无意间,真的拍摄到了美人鱼出媒的影像资料,熟真熟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 那么美人鱼真的存在吗? 以下是一位修行人,在他的层次中,通过功能看到的情景。 两末三千年前,在大西洋海域,生存着一种特殊的物种,它们是海洋的王者美人鱼种族。 那时候地球上是文明兴盛的时代,同时生存着大人、中人、和小人。 在主要的大陆上是中人在统治世界。 大陆板块和今天差不多,欧洲板块上的国家科技非常发达,而在北美洲大陆,玛雅文明此时,正是其统治的全盛时期。 在白色人种聚居的大陆周围的海洋中,有众多的美人鱼种族部落在繁衍生息。 美人鱼种族是一个特殊的生命群体,一类是上半身是人,下半身是鱼的身体。 另一类是上半身是鱼,下半身是人的双腿。 美人鱼身高在2米5左右,浅棕色的头发,肤色是类似月光的冰冷的灰白色。 眼睛是深蓝色的,双耳紧贴身体,耳阔很小,耳朵中有防水的膜。 它们全身覆盖鳞片,脸颗腮部有气磷。 水路两期的美人鱼,因为有腮和肺,可以在陆地上生存2-3个小时。 还有一类是祸有腮的,这一类不能上岸。 美人鱼是胎生,一个女性美人鱼一生,只能怀一胎。 男性美人鱼偏重污力量,力量可达千金,女性美人鱼则,是偏重污功能法术,有超自然的能力。 它们寿命较长,一般可以活到200多岁,修炼的美人鱼可以活300岁以上。 美人鱼部落,依靠采集海中的海藻、海带等植物为食,有时会为捕大型鱼群,捕杀小型精类和鲨鱼。 美人鱼王会根据潮汐的变化,电期召开美人鱼王族会议,交流各大洋的海况,探讨维护海洋的生态平衡,及美人鱼种族未来发展方向。 美人鱼种族供奉的是海神,他们把史前文明沉入海底的宫殿用来,供奉海神,神殿还存有力带美人鱼得到的修炼者,留下的刻有象形文字的正语和修行秘法的石碑。 这里是美人鱼部落的禁地,只有美人鱼王和王后,及修炼竞技高深的美人鱼可以出入。 只有每年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时才开放。 神殿内用以照明的物质非常特殊,是用法术点燃的含有美的圆矿石。 矿石在水中燃起蓝白色的火焰,使得宫殿内灯火通明,毕经岁月从未熄灭。 美人鱼修炼的方式是每日向海神祈祷,讲究天、海、人合一。 随着心性的提高,修炼境界也在不断地攀升,但由美人鱼身体结构的特殊性,它们的丹田,只有类似人类的机能。 所以,美人鱼要经过多世的转生,才能成就果位,一般要转生七世。 很多美人鱼在修炼中出三界,在不同的果位中成就。 美人鱼王更是修炼,达到了菩萨法以上的境界。 人鱼皇后的法力神通,超出了我们一般的想象,它甚至可以召唤海中精灵,和海中动物的亡灵为其作战。 在局部海域,可以用超自然力量,造成巨大海啸。 海啸,图片来源Pixabay,海啸,图片来源Pixabay。 这一期美人鱼王统治的时代,海洋世界少有战争。 所辖各个部落对各个海域治理由方,也得到了神的认可。 时光飞转,来到了美人鱼王统治的第180年,这一日,人鱼王接到了所辖部落送来的信息。 这一段时间,海洋世界的很多自然生物,被不明海妖吞噬,很多美人鱼也未能信免。 这件事在美人鱼部落,引起了强烈的震动。 美人鱼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,并终观测,看到了海妖的真面目,原来是一条盘距,在北冰洋海底的海蛇经。 在腥风作浪,这条海蛇经已经,修行了788年,体长约18米,圆柱形身体直径达2米,通体乌黑,红色眼睛里的金黄色瞳孔,射出,两道邪恶凶残的光束。 这条海蛇经身体释放着剧毒,所在海域几公里内的生物,都无法存活。 美人鱼王和王后,经过商议,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除妖计划。 美人鱼传说,图片来源Pixabay,美人鱼传说,图片来源Pixabay,美人鱼王后手持银白色水晶制成的小法杖,带领180名美人鱼勇士,美人身带多根心染有剧毒的骨毛,埋伏在海蛇经7居的海底洞穴周围海域, 再在附近洒下燃友王后亲自在海洋毒物中,提炼的剧毒混合食物,派一名宝餐的小美人鱼做幼儿,引海蛇经出动,果然海蛇经中计,掉进了包围圈。 海蛇经吃了剧毒的食物,出现了精神麻痹状态,这时人鱼王手持仰有蓝宝石的法杖,打出一束能量,罩住了海蛇经的头部,海蛇经无法施法,拼命挣扎。 同时180名美人鱼勇士抛出剧毒的骨毛,击百根骨毛投射向海蛇经,海蛇经瞬间斃命。 最后美人鱼王把海蛇经的回破,用咒语,永久封印在了他的骨海里,随着海蛇经的尸骨,沉入北冰洋深邃的海沟。 至今仍在,今天在世界海洋范围内还有8000多美人鱼,在海洋世界生存,它们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海底和澳洲海域。 美人鱼作为海洋世界的一个特殊的生命族群,则过了慢慢的一末年,它们在神的指引下,掌管着西方海洋世界的浮沉。 在未来的世界中,美人鱼族群,依然会继续生存下去,生生不息。